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Jack中医师 血胃暗柔是我们常用的保健养生预防治疗疾病的方法之一 也是中医非常推崇的 很多朋友常常喜欢学习并实践于血胃暗柔来达到治病强身的目的 虽然血胃暗柔看似简单 但方法力度不对 不能达到好的效果 有些穴位甚至非常危险 千万不能乱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个人体 非常危险的穴位 不懂乱按可能会致命 你一定要收藏好并转发给您关心的人 有第1次来我频道的朋友我的健康养生频道 和其他的频道最大的不同是 我所分享的很多健康养生保健的方法与知识 都是通过我的临床实践有效 我才分享给您 欢迎大家点个爱心关注 这样我们可以保持联系 首先 大家应该了解 穴位 暗柔 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 他有 以下 4个 注意事项 第1要在心情放松的情况下进行穴位暗柔 紧张焦虑 效果不佳 甚至适得其反 第2 肌肉要放松 肌肉紧张 比如刚刚运动完就不适合穴位暗柔 第3 不应该在 吃饱饭后 立即进行穴位暗柔 一般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后 再进行 第4 暗柔的力量 因人而异 不宜过重 时间也不宜过久 以上4个禁忌 记住了吗 以下三个人体最危险的穴位 您千万要记好了 第1个 人影穴 他位于颈部 猴杰旁 凶索乳突击前缘 颈总动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大脑中动脉 如果遭受暴力打击 容易造成血管破裂 而引发大出血 引起 颅内血肿 使人陷入昏迷 太阳穴的 暗柔 一定要清 建议大家 在专业 医师的 操作下 进行 切勿 自行乱按 第3个穴位是 绝阴书穴 他位于 人体的后背 第4 胸椎 击凸下 旁开1.5寸 是 膀胱经上的穴位 如果用力 过大 很容易 伤到心肺 所以 我们常听长辈说 后背 不能打 中医师在 针灸时 需要 斜刺 进针 就是为了避免 针刺过身 而 损伤到肺脏 此穴位 针刺过身 可能会 引发 气胸 而危及生命 学位暗柔 是为了保健养生 希望大家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关注我 我是Jack 踏踏实实分享健康 让你在健康路上不迷路 我们下期 不见 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